最近有一个85年的女粉丝问我一个问题 她说到了她这个年龄还能不能遇到真爱 我说如果你还想等于遇到真爱之后再结婚 那这种可能性基本为零了 为什么呢 首先从男人的角度来讲 一个40来岁的女人 你从各个方面来讲都在退化了 比如说你的皮肤松弛了 你的身体也压间刚状态 你的生育价值已经在严重贬值了 这个时候一个各方面都优于你的男人 虽然他可能会很吸引你 但是你是吸引不了他的 而一个各方面短板都比较多的男人 可能适合结婚 但是你可能对他也不感兴趣 这个时候你想遇到的爱情 他就不会到来了 不管你自身有多么的优秀 都不管用 除非你找一个年纪大自己很多 离过婚甚至还有孩子的一个优质男人 可能呢这样有点希望 他说那得大多少啊 才能接受我呢 我说你至少得往大自己十几岁以上去找了 他马上就摇头啊 这也太可悲了吧 如果他大我那么多 我肯定还是爱不起来的呀 他老了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40岁左右的女人还想找感觉要爱情 恐怕要做很大的突破才行了 但是这是反人性的呀 所以呢 你可能找不到爱情的 其次呢 就是从生理的角度而言 你都40来岁了 从科学研究的数据表明 爱情这个东西啊 很多时候是因为激情引起的 就是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 它是体内荷尔蒙啊 被激发引起的 你都40多岁了 你觉得你还有多少荷尔蒙能分泌呢 你还能爱上谁呢 你就算爱上了 又能爱多久呢 你的过往经历当中 已经消耗掉了多少激情呢 这也就是啊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啊 大林生女啊都没有爱情 都极其理性 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其实这些评价 不能说没有一点点道理 因为你们确实已经这样了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大林生女啊 她会情不知境的爱上弟弟的原因 但是弟弟又有几个 能真正的把姐姐娶回家呢 非常的少 最后呢 就是从社会层面来讲了 现在在一线大城市里啊 生女可以说是犯难成灾了 非常的多 据说北京上海已经突破100多万了 而受惠认知里啊 对这样的一群女性啊 有各种说辞 比如说 说大林生女太优秀了啊 没有男人配得上他们 或者说呢 大林生女啊都性格有问题 要不然呢早就结婚了 或者说他们物质啊 自私啊 烂情啊 调剔啊 作啊等等啊 总之就是一些比较尖锐的评价 给他们印上了标签 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 还有哪个男人敢大胆的去追求一个大林生女呢 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 现在的相亲啊 简直就是把男生再往绝路上逼啊 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前几天我这里来了一个95年的女孩 跟一个90年的男生相亲之后呢 双方都有异象继续接触一下 结果他们回去之后啊 一聊天就出问题了 男生呢 他是个马农 天天的很少跟女孩接触 大学的时候呢 他谈过一场很短的恋爱 后来工作之后呢 又天天忙于 加班啊 业务啊 每天留给自己的时间 真的是少之又少的 休息时间啊 他除了睡觉吃饭啊 就是打打游戏 业余生活很枯燥的 也没有什么社交 所以因为他累啊 一到休息啊 基本就不太想出门 但是也看着这个岁数啊 到这了 家里啊 也开始催他 这时候他才出来相亲啊 可是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呢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经验 更不懂得啊 女生的心思 聊天呢 也不会说什么漂亮话 去哄女生开心的 所以呢 跟这个95年的女生 一开始聊天 就纯属硬着头皮找话题聊 每天他也早安晚安的聊哈 确确实实聊得很尴尬 他觉得自己 这是礼貌性的在问候 然而呢 他不知道哈 现在的女生 把这种聊天叫什么 人家说啊 这是渣男的套路哈 刷嘴皮子 他们认为 行动比嘴上说 要来的靠谱的多 所以呢 女孩这边呢 就很不以为然了 聊了一天之后啊 就有点爱大不理他了 于是男生啊 眼看着这聊不下去了呀 他也知道自己不是那种聊天的高手 就想啊 要不然就约女孩出来啊 吃个饭 面对面的沟通了解得了 可是呢 约了两次啊 女生都在推托 一会儿呢 说自己周末要加班了 一会儿呢 又说他约了闺蜜要去看电影 总之啊 非常难约 哎 男孩呢 还是想坚持一下啊 那就他就来找我了 于是呢 我就问女孩 咋想的 不想接触的话啊 你就跟人家说清楚就得了 他说 反正也不是那么喜欢吧 但是呢 也没有那么讨厌 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接触一下的 于是呢 就在我的戳河下啊 女孩呢 就出来跟男生见面了 他们周末呢 在一起待了一整天 这一天呀 他们吃饭 看电影 买奶茶 吃饮食 还去了一个小网红景点 总之呢 所有的花销啊 男生都承担了 女孩呢 一瓶矿泉水都没有买过 对于这一点啊 男生第一次出来呢 花了点钱呢 他倒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可是回来之后呢 女孩呢 就开始跟我抱怨了 他说这个男生啊 现在事业频频 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空间的 但是啊 还一直在侃侃而谈 未来要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呢 还聊到了买房什么的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啊 现在的收入啊 不大可能啊 买得起北京的房子的 虽然呢 我也没有那么物质 但是我更希望他能实际一点 说点现实的 没有必要跟我画饼在这儿 另外吧 还觉得男生有点抠哈 他说啊 两个人第一次出来见面 男生呢 选的餐厅 居然是一个人均消费 才几十块钱的小饭馆 自己呢 虽然不用非得去吃那种上千元的大餐 但是啊 就这么着感觉啊 是挺被敷衍的 所以他对男生的喜欢啊 还是出不来 他还觉得啊 男生的情商太低了啊 一直在输出自己的价值观 对于别人的想法 似乎呢 就关心的很少 这一次的交流啊 他认为是没有加分的 反而是减分了 后来他们其实又见了几次啊 正好呢 元旦的跨年的那一天 男生就约他出来吧 女生说啊 还是有一点点小期待的啊 结果来了之后啊 发现这个男生 仍然穿着前几次 一直在穿的那件衣服 他说他真的很吓头啊 然后呢 男生还给他带了个小礼物 是一个小公仔啊 一只小猪 应该呢 也是一个一百多块钱的东西 这一次之后啊 这个女生啊 就再也没有付这个男生的约了 所以我就发现 现在的女生啊 其实啊 他们真的是不太会选人的 大家来说一说啊 一个男生啊 不会聊天 是不是只能说明 他没有多少恋爱经验 这个男的不是件好事吗 然后他出去花钱 不大手大脚的 那不是他太call 其实他是会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 何况哈 就算他想给你大手大脚的花钱 那是不是也得等你们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之后了 他才敢那么给你花呀 再说了 你连一瓶矿泉水都没有买过 这到底谁更call啊 对不对 人家给你规划规划未来啊 说一说他自己的对未来的一些想法 这个 就算他现在没有那么好 至少他是想努力的 给你畅想一下未来 怎么就成了再给你花饼了呢 反正总之哈 我觉得现在这种填构式的相亲 真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要是男人都是那种 特别会聊天 又懂女人的心思 还会哄你开心 花钱也很大方 那你们能都担到现在吗 何况那种什么都会的男人 他也不缺女人的 那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 彻头彻尾的渣男 大家来说一说 现在的这种恋爱观 是不是在把男生往绝路上逼吗 好男人都找不到对象 你们说是不是 经常呢有小妹问我 为什么生活中 他能被优质男人追求 还能跟他们谈恋爱 但是呢 结婚就很难 可是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 为什么到了相亲市场 就没有优质男人追求他了 甚至呢有些离婚的女人啊 都有年轻的小弟弟追求自己 可是到了相亲市场 别说找个小弟弟来追求自己 就算想找个优质的大哥哥 追求自己都很难了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我就在这里啊 告诉你真相啊 男人在找女朋友谈恋爱 和找个对象 结婚过一辈子 这两件事情上啊 他的态度和认知 根本就是不一样的 可能这两件事情 都需要谈恋爱 但是他们的每一场恋爱 最终目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有的女人 她可能只是长得漂亮 或者呢 只是有个很高的学历背景 就容易被优质的男性追求 当他们被一两个优质男性追求之后 或者呢 跟一两个优质男人 谈过恋爱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自己 一定能找个这样的男人结婚了 但事实却不是一定的 因为在优质男人的世界里啊 他们的可选资源非常的多 所以他们在评估你的价值的时候呢 也就越现实了 要求评估的选项也就越多 要明白的就是一个道理 所有的不选择 所有的分开 其实真相就是你的价值不够 你永远不要认为哈 这个男人不跟你结婚 是因为你的脾气太臭了 是因为你太多了 都不是 我实话告诉你 如果你是皇帝的女儿 你的脾气可以再臭一点 你不要认为男人不跟你结婚 是因为你的腰太粗了 不是 如果你是一万疯的女儿 你的腰可以再粗一点 表面上看是脾气不合 性格不合 距离太远 长得不够好看等等 我告诉你 终极核心的核心 其实就是你的利益 还不够跟他交换 你的价值不到位 知道吗 情感生活是分三个层次的 性 爱情和婚姻 而性呢 是肉体生活 追求快乐的原则 爱情呢 它是精神生活 遵循的是理想原则 婚姻呢 是社会原则 遵循的是现实原则 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维度 当你能够分清楚 这几样东西的时候 那你也就能知道 优质男人 他为什么不会跟你结婚的 这是原因了 大家说对不对 别忘了留个小星星 到评论区聊两句 再走啊 如今啊 在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里 这个00后的女孩 和90后的女孩 真的竞争非常激烈 最近呢 有个33岁的北京男生啊 人工智能工程师啊 非常优秀 年薪百万 在北京有房有车啊 也有北京户口 就这种条件 在一线城市的 相亲市场里面 其实也算相伯伯了啊 关键的是 这个男生原本 他想找个90上下的 觉得有利于结婚嘛 不想找个年龄太小的 怕人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 所以我们一连 给他介绍了 三个90左右的女生相亲 见完了这几个女生之后啊 这几个女生 分别反馈了 他们自己的想法 其中第一个说呢 33岁做到这个年薪也不算什么 他说自己做金融的 天天跟大佬打交道 这种收入跟他是差不多的 他觉得男生没什么亮点 可以信他 所以他没看上这位男生 另外一个女生呢 上来就说了啊 这个男生 是我已经降低了条件之后啊 我答应见面的 但是呢 感觉我仍然接受不了 这个条件的男生 听说他还有房贷 我还是不太想结了婚 还要跟他一起还房贷 生活质量一下子降低好多 我觉得呀 自己还是想找个在创业的男生 或者年纪大一些 事业已经有成的男人 北京最好有全款的房子啊 有别墅的更好 对我来说更有幸运一些 我反正见完这位之后呢 我就有一个想法 我还是真的不能降低自己的要求的 等都等到现在了 为什么我还要将就呢 这位呢 也没有看上这个男生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啊 他呢也是一堆理由 什么长相不太喜欢 什么不是独生子 有个妹妹 自己处理不好这种关系 等等等等 就是也没看上他 于是我们也很纳闷 现在的女生都如此眼高于顶了吗 一个细节不行啊 都能覆盖掉对方所有的优点 后来啊 我们就试着把这个男生的资料呢 推给了两位00后的小女孩 这两个女孩就很奇怪 人家一致就认为这个条件是很好了 完全没有问题 可以见面认识一下 因为00年的女生 他们想的特别明白 首先自己绝对不想成为大龄生女 所以坚决不走他们的路 早早的人家就要处理好成家这件事情 他们觉得自己不一定就非得要找一个多么优秀的男人 只要找个男生有上进心的就行 是个潜力股就好 人品好 正值阳光就行了 至于钱方面呢 能好一点当然更好 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好呢 也可以一起努力的 别说一起还房贷 就是一起共同买房子 他们都觉得很正常 完全能接受 看来这个竞争的局面真的已经完全打开了 大家有没有闻到那股硝烟的味道呢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优质女孩变成了圣女呢 我们且不说圣女到底优不优质 就说说啥是优质女人 前阵子我这来了个90年的女孩啊 家境很好 父母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她自己呢也是名校毕业的 在工作上表现也确实非常优异 他来我这儿 相了个87年的男生 条件跟他也很相当 家境也差不多 在研究所工作 博士学历 大高个啊 说起来呢也是个很优秀的男士 就他俩见了面之后都挺满意的 开始接触了哈 我这儿还暗自欢喜呢 又成了一对嘛 可是我这儿高兴劲还没过多久啊 就被一盆冷水给 两个月都不到啊 两个人就分别跑过来告诉我了哈 不合适啊不错了 我就问女生什么原因 女生说了以下几点哈 他说第一呢 这个男士对自己是不上心的 喜欢口嗨画大饼 好多事情说了都不去落实啊 就想哄哄骗骗的蒙混过关 第二点呢 他觉得男士现在这个工作情况 还是收入太低了 他的期望值还是得年薪过百万才行 不想婚后还要一起还房贷 还车贷这些事儿 还得一起努力过紧巴巴的日子 太累了 第三点啊 他说男孩的生活习惯特别的不好 一点家务都不会做 天天啊点外卖 屋子一周也不收拾啊乱糟糟的看着人心烦 他说他不想一结婚自己就变成了伺候人的老妈子 然后呢我这边就好奇 我就问了一下男生啊 那这个男士说女生的问题是这么说的啊 第一他说这个女生啊完全没有同理性 完全不理解自己工作有多忙 因为那段时间啊正在接手一个项目 需要大量的花时间和精力 做方案改方案 所以呢他也承诺了女生一些事情 但确实分不开身去做去落实 第二点呢 这个女生还挺理想化的啊 很明确的跟他说了 希望他换个工作去做收入高一点的 并且表示如果婚后啊 绝对不会跟他一起还房贷还车贷的 房子车子这些事情 他如果还要跟他一起出钱的话 会被自己的闺蜜给笑死 很没有面子 第三点 他说这个女孩特别特别懒 到他家里去的那一天 他故意把家里搞乱了点 看看这个姑娘啊会不会帮他收拾收拾 结果人家连五分钟都没做到 就说你这个生活就是这样的状态吗 你也不做饭啊 屋子这么乱 知道我今天要来 你也不收拾一下 是不是想等着我给你收拾呀 我可不是太擅长这个事啊 我现在的屋子还我妈收拾呢 就这么着啊 他俩那次见面之后啊 就互相再不联系了 都觉得对方啊 很令人吓头 就这个女生的问题来讲的话 一个优秀的妻子和一个优秀的员工 那能是一回事吗 你说说你不剩下谁剩下呢 你想想 那别人娶媳妇能照着差的去娶吗 那怎么可能把差的都娶完了 剩下的都是优质的呢 凡是领志结婚过上日子之后啊 使得对方的生活质量下降了 精神世界的负担增加了 那物质保障的等级也落差大了 还谈何优质啊 咱们就抛开性别不说 你就找个人合租 你让你合租的人过得比以前差了 请问你怎么才能算是一个优质的租客呢 那房东也不会认为你是一个优质的租客吧 你咋好意思把优质这两个字往自己身上去贴呢 这是在侮辱谁的智商啊 大家来说一说啊 一个优秀的妻子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问大部分男生一个问题啊 你为什么宁愿在家里打游戏 也不愿意追女生 你们的回答一定是 我为什么要追啊 喜欢就在一起呗 不喜欢就拉倒嘛 追女生太累了好吗 我还要花钱 花的钱还不一定有结果 那既然这样 我为什么还要追啊 还要付出啊 谁想当那个大冤总啊 谁就去啊 最近我还听到了一个这样的推理 他是这么说的啊 不愿意追女生 那这个女生得是谁啊 这里边啊 有一个因果关系 比如说你过生日 你爸给了你一百万做礼物 那这件事里边呢 不是因为有一个人给了你一百万 所以他是你爸 而是因为他是你爸 所以他给了你一百万 那秦始皇统一六国 不是因为他是秦始皇 所以他统一六国 而是因为他统一六国 所以他叫秦始皇 比如你就职的公司出现了财务危机 你会拿出自己的积蓄 去堵那个黑洞吗 你肯定不愿意 所以男生为什么要愿意 为那些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女生 去不计回报的付出呢 所以你要知道 不是因为他付出的不够 所以你跟他没有关系 而是因为你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才付出的不多 大家赞同他这个说法吗 来我们评论去聊一聊 有很多女生他都不明白一个道理啊 就是一个优质的男人啊 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你的男人 他是基本上不太可能去跪舔你的 但是呢 有的人啊 他还偏偏就非常期待这件事情啊 就是我这里有一个96年的女孩嘛 长得确实啊 挺漂亮的 身材气质都很好 算得上是美女了 学历呢 也还不错啊 就有一点短半 家境属于很一般的人 普通工薪家庭的孩子嘛 所以呢 这个姑娘就一门心思啊 他要找个富豪 或者是有钱人的男孩啊 实现阶层的跨越嘛 而且呢 对方还必须得学历很高 性格很好啊 有演员 智商情商啊 双商在线 还得能够接受他的家庭 对他呢 无微不至的好 忠诚专一 还得靠谱 并且愿意宠着他 惯着他啊 在金钱方面啊 愿意为他大方付出的男士 就这么着 在我们这挑了个购啊 终于出现了两位 基本上全方位符合他要求的男士 这两位男士呢 也都愿意跟他接触接触 可是这个姑娘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啊 他每一次约会 都要打扮很长的时间 男生必须去接他 约会完了呢 也必须送他回家 这个都还好嘛 关键的是 他每一次都让男生在楼下等他一个小时以上 要么呢 就是他一定会让男生在约会的地点啊 等他很长的时间 他才会出现啊 他一定是要迟到的 要是出去吃个饭 如果饭店的档次不符合他理想中的规格呀 那是直接就跟男生说 我花了那么多的心思打扮 穿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衣服 并不是来陪你吃这个路边几百块的 在他看来啊 起码也得一顿饭 消费上千啊 才能体现出男生的诚意来 其中的一位呢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他就不想理这个男生了 男生联系他呢 他就好多天都不搭理人家 他想的是 一开始就得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想法 得立好规矩 没这么怠慢人的 他认为冷处里几天啊 这个男生肯定会主动来哄他的 可是这位男生从此啊 却再无音讯了 另外一位男生呢 跟他约会有一次啊 就是因为啊 路上很堵车啊 迟到了一会儿 他非常的不高兴 所以一个男人啊 怎么能让一个大美女 等了他四十多分钟 就这个太不靠谱了 所以呢 你看啊 他自己迟到呢 就是可以理解的啊 男生迟到啊 就是人家不靠谱 结果呢 他为了让男生再藏一藏 等人的滋味啊 在一次约会中啊 他足足迟到了两个小时啊 可笑的是啊 等他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呢 男生已经离开了啊 给他发来一条消息 说要回公司开会 这一次呢 又不欢而散了 并且这个男生呢 也没有再联系过他了 但是这个姑娘 却并没有从这两件事情中 吸取教训啊 他给到自己的解释就是 只不过是不合适的人罢了 其实啊 他不明白 质量比你好的 各方面条件都比你优秀的男生 不会像你期待的那样主动 舔狗似的去嘴你的 人家是缺心眼吗 他们身边根本就不缺 跟你一样的美女 动动脑子想想啊 是不是那些特别主动追你的 舔你的 全是那些你看不起的 条件不太行的 所以啊 记住了 别以为所有的男人都需要跪舔你 条件越好 越不可能 那么主动的找你的 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缺 你要是矫情啊 他可能就懒得伺候了 所以不要期待优质男人啊 还优质啊 还主动啊 基本上啊 你是在发春秋大梦 你们说对吗 她将 Edgar 搭载的男人都会 clue